有一次他看到了 鏡中王國的景象 我說什麼是鏡中王國 他就是分享他手機裡的照片 給我看 他唯一拍到的一次 吃得哥爾摩的湖邊 他天空的整個道理 是噪音在湖面上 他唯一拍到過的一次 所以我就是促使我覺得 就是下一次有機會的話 我也希望能夠拍到 就是這樣的景象這樣子 超美的 有沒有辛苦的部分 聽起來這是一個爽缺 再來就是要講辛苦的部分 就是其實我們就算是 風吹雨打太陽賽 我們其實也是風雨無阻這樣子 剛好前幾天我去採訪 就是礁溪的溫泉主題 然後前幾天颱風 就是風很大 可是它因為有戶外的設施 所以我還是要去拍 印完 對 印完 因為它的設施沒有關閉 因為我預約好的時間 對 它的設施沒有關閉 其實因為它只是下大雨 如果沒有颱風警報的話 其實還是可以玩的 對 它這個是五層樓的一個滑水道 這麼高 很高 很高 那個風一吹一下就好 好刺激又飄走 好可怕 而且其實最悲催的是 那一天我的MC還就來 然後我就是 那是你嗎 對 是 不得了 然後就是 對 水染的風采 水染 但是我們有處理好 對 不會讓它 對 就是染到水裡面這樣子 那個油腹職業者要換水的 對 我們其實都會有注意這個部分 然後我有拿那個GoPro 就是全程這樣子 然後去拍 另外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五層樓滑水道這樣下去 就妳一個人玩 對 影片回放的時候 我發覺我只聽得到我的尖叫聲 確定的 20秒 沒了 對 就是大家就覺得 你來看起來滿刺激的 台風天這樣很恐怖 這樣玩 對 就是它有一個重力加速度 然後下雨天又比較滑這樣子 沒有印象深刻的一個飯店是不是 有 校友 就是它是在大學 大陸的某一個大學裡面的飯店 那時候因為我們取材 到了晚上的時間 我們兩個女孩子要入住 入住的時候 其實它的走廊是長這個樣子 好黑喔 對 好黑喔 有沒有覺得它就是 很適合拍恐怖片 然後很多場景都會這樣 就是燈從裡面開始 那邊 對... 對 然後人影站在前面 對 而且要跟大家說的是 其實它這個照片 上面真的是遺照 遺照 就是 它為什麼放在那裡 不是 是大陸已故的 就是這個大學已故的校友 校友 就每一位校友的 有成就的校友嗎 對 就是教授等級 那不叫遺照 那我們打開歷史課本 每一個都是遺照 差不多 可是通常你不會在飯店的走 放到這樣的景象 毛毛的 偽人介紹 對 那因為有一張 我覺得還滿經典的 就是有一個老伯伯他笑得 還滿開心的 然後我就看了這張照片 就是看了比較 比較... 就是多看了幾眼這樣子 結果晚上就是 回房間睡覺的時候 我真的就夢到了一個老伯伯 在大樹下 在一個好像那種超長的那種大樹下 就是跟我泡茶聊天 那個樹很大嗎 滿大的 滿大一棵樹 對 泡茶聊天 他就跟我講 就是當地的歷史文化這樣 那長得就像他這樣 對 就是長得很像 而且像台灣 絕對不會有這樣的飯店 沒錯 好 現在我們請Leslie 是食品插畫師 對 妳來介紹一下資格的行業 我的工作是食品插畫設計師 我就是到處到世界各地吃美食 然後用插畫的方式 把它記錄下來 世界各地嗎 對 目前大概累積前後 大概快20個國家 對 就是付錢給妳 是餐廳付還是那個 有各種合作的形式 然後這些插畫 有可能是變成餐廳的宣傳 或者是菜單 或者是壁畫也有可能 那為什麼是插畫 而不是說拍照就好了 因為我是學插畫的 我是說他們廠家 為什麼不拍照就好了 我要用插畫 我怎麼不拍照 我怎麼突然沒走心 對啊 來 拍照... 因為現在不就是照片嗎 對... 看Leslie的作品就懂了 來 我們看看她的作品 我們不該有分歧的一件 對啊 對 你看這個比照片好美喔 都有變化 對 因為其實還滿多餐廳 他們會用照片的方式 去放在菜單上面 但是也有很多 像米其林級的餐廳 他們的菜單 會想要做的比較藝術感一點 然後是比較 為了藝術 藝術 對啊 要不然妳如果要實用的話 就拍照就好了 對 然後下一個 她更實用找媽媽 為了幫妳做成那個 空洞模型 對 要做成那個 不是都有那一碗麵 上面還有蝦子 不是 不是 這個有什麼藝術 很髒 很髒 這個話就是 有特別需求的店家會找妳 對 像這個是在葡萄牙的一個 米其林的餐會 對 他們是想要宣傳當天的活動 像我是在桌邊直接塑寫 所以這是我在邊吃的時候畫的 所以就是用網路宣傳的方式 去幫他們做一個像這樣子的推薄 妳就直接就坐在那邊開始畫 妳看看他們好厲害喔 好漂亮喔 好可愛喔 那像這個是 麵包嗎 對 是一個義大利的麵包房 然後他們是想要做成 像復古的傳單 所以全部是用 看起來就好想吃喔 真的好真喔 對 它是用插畫的方式去呈現 這個真的是厲害 厲害的味道 那像剛剛 玉琳哥了解了吧 有了解 了解 因為我本來不懂 我現在懂了 因為這就是藝術 如果廠家比較有品味的 米其林的 對 米其林的 對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有市長的怎麼知道 我上面有講 前幾集我講 有些是仿冒的米其林 騎馬的騎 玉琳的 米其林 像剛剛跟玉琳哥有說到 就是為什麼要用插畫 因為有時候插畫 可以呈現照片 沒有辦法做到的事情 像這個是那個 手工麵包的製作過程 然後它會呈現 是哪裡的麥 哪裡的水 哪裡的鹽巴 然後用怎麼樣的方式 去做成烘焙 這個是一個經典巧克力的店 它的口味很特別 像這個就是 因為我在工作的時候 會邊品嘗 然後邊畫 然後它裡面就是有是包 沙丁魚罐頭的巧克力 對 所以就是妳每一種 都會真的吃 對 因為我會去品嘗之後 去把它做成畫 那妳會不會追加 喜歡吃的時候 老闆 這再來一個 再來一個對不對 我通常會吃不完 因為會很多 對 像這個 比較多是願意配合到底 對 像我有時候畫一桌 巧克力根本就吃不完 每一個都在吃一口而已 除了平面的之外也有壁畫 像這個的話就是在米其林餐廳的壁畫 大型的壁畫 這個要給妳多久時間 妳才能完成 這個畫了兩天 兩天就畫完了 因為它這是單色 黑白的比較快 然後是彩色會更久 可是兩天它是怎麼跟你計價 對 他們會付餐付住宿之外 然後也會就是依照面積跟 跟刺青是一樣的道理 那應該是在妳出發之前 就跟妳聯繫好了 對 包括機票時速嗎 有些是比較遠距離的 就需要含到交通車馬的部分 有些如果是我剛好 人在現場就不需要 對 太棒了 因為那個時候 我剛剛都在 對 在歐洲厲害 這個也是很怕的一件事 就是沒有靈感 你在旅程中 我只要吃到美食就有靈感了 吃到美食就有靈感了 這是什麼 因為像剛剛這個壁畫裡面 就是畫他們當地的海鮮 像他們有很多奇怪的海鮮 像這叫一種Persheps的一種 像藤壺類的料理 那就是用他們當地的食材 或是看的食材去做畫作 然後也有時候會遇到 機車的客戶就是用各種理由 就是不付為款 或者是要妳重畫 真的喔 對 因為像畫畫這些 是滿主觀的 對 他們是喜歡妳的風格 請妳來作畫 但像這個也是同樣在南美洲 畫在階梯上的壁畫 那個客戶就是會用 很刁鑽的標準說 他必須想要他畫得跟瓷磚一樣 就是每一個是要一樣的形狀 好意思 那就不懂 對啊 我手都亂就用貼的就好了 對 所以後來就是 這個就是沒有很愉快 因為我會覺得 兩方的那個意見會不合 有的客戶是不懂裝懂 什麼都講都對稱 那不曉得有時候流行之道 那一股也要不對稱 對啊 雕龍都想付錢 對 OK 像剛剛講到苦的部分 我覺得很開心的地方 就是這邊是我覺得需要 就是我覺得比較特別的 因為像我們自己平常 比較少會去到一些 很特殊的餐廳 像這個是在葡萄牙 一個Master Chef主廚秀裡面 它的主廚 評審他開的餐廳 那這是當地的螃蟹湯 然後這是生蠔 對 好漂亮喔 然後都是用桌邊書寫的方式 好美喔 桌邊書寫的方式 酷喔 對 所以我通常都帶著畫紙 一捲畫紙跟畫筆 提升了更多的是食物的價值 對 對 因為我覺得 除了美食的美味之外 他們的視覺跟記憶 是很息息相關的 所以是用紀錄的方式 把它漂亮的一面呈現出來 這個是我就是最得意的一次 就是我到丹麥 哥本哈根的農馬餐廳用餐 那它就是在世界排名上 算是很頂尖的一間餐廳 但是在桌邊做出一間餐廳 不講還是不知道有這個行業 對啊 好特別 歡迎Jenna 大家好 我是Jenna 我的工作是旅遊體驗師 好好 最進途的 我的工作就是盡情的玩 盡情的體驗 然後吃得很開心 但是也要拍很多照片 然後把它寫成一篇 很精彩的文章讓大家知道 這個通常會請妳的 包含航空業者 對 然後還有飯店業者 然後還有觀光局 然後各地的旅遊局 沒錯... 就是等於是去彩線 然後把那個消息 就是提前讓讀者知道 然後寫得越詳盡越好 就是 比方說航空有開一個新的航線 對 就會找妳 我們去體驗 然後順便拍機內的設施 妳說飛機應該坐到很厲害 我飛機倒還好 因為我們其實也有分線路 譬如說我就是主要是旅遊 然後尤岩班機為主 也沒有 這樣也太命苦了 就是其實主要還是以旅遊 當地的景點為主 對 就是有什麼新的玩法 或是有一些新的餐廳這樣子 這就我們覺得很夢幻 夢幻的行業 對 可是它的甘苦談 我覺得應該會 突然間起來 妳不知道在哪個地方 對 我其實常常 然後我還曾經去看過 精神科醫生 我常常 這種旅遊地點 有間也不一定有機會去 你們看照片 它真的很像那個 就是末代舞式的那個 拍攝場景 就是它真的是在深山裡面 然後你要開車開很久的時間 然後最特別還不是這個 因為他們不想要破壞 當地的環境 所以它這邊是完全沒有電力的 那是什麼